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慢的我国基建实力就挤上了世界前列 但就在前段时间印度向我国建筑团队发出了挑战 称印度速度将超越中国 并计划在两天内建成一栋十层的大楼 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多方的关注 许多媒体都到当地进行采访 让人惊奇的是印度工程团队居然说到做到 真的在两天内建完了一栋十层的楼房 可以看出整栋楼的结构很简单 而且全城并没有使用钢筋混凝土 几乎是靠着拼接搭建起来的 这种建筑方式着实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难不成印度当地人都是这么建房子的吗 印度工程师得意的说这栋房子不仅建得快 就算是遇到八级地震也完全没问题 不得不说这个想法是挺好的 高楼建成的一刻 当地居民纷纷欢呼却愿 庆祝这一大盛事 没想到接下来却发生了惊人的一幕 这栋楼很快发生潜邪 没一会儿整栋大楼就完全解体倒塌了下来 好吧 看样子别说八级就是十二级地震 也不用怕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